柔家公主在百姓之中 想要神女的美名 而沈金虹在寒门学子中 又颇有威望 他们这配合 倒真是默契无间啊 附下沈金虹这颗暗器 柔家还真是高明 王爷 他们这是在逼你离开定情 皇兄最疼爱的 就是你这个孩子 他临终的遗愿 也就是国泰明安 骨肉和睦 柔家倒有些好奇 那皇叔 为何不回风景 不是不回 是时机伪道 皇叔位高权重 又深得人心 是我帝王路上的最大障碍 不过他对卓华 一向亲眼相待 若能把卓华拉入局 不怕皇叔不跟我站在一起 这篇文章 是商老师早年写的 如今 居然被拿出来大肆宣扬 也不知道 是不是有人刻意为止 我觉得被盯上的 不是商先生 而应该是你 好你个青荣策 好你个商手 竟敢在我孙家的地盘上撒野 我才是男女儿啊 商老头 你今日怎么没有钓鱼啊 商老头 老臣已经查知 孙辱不仅亏空国库 更勾结北梁走私严查 这一桩桩一件件 都系在这帐篷之中 大胆孙辱 竟敢勾结北梁 你竟敢通计叛国 你胆固什么 你说会保全孙家 结果呢 抱歉 抱歉 抱歉有用吗 我问你抱歉有用吗 我当你是知己 你却律用我 公主什么时候开始与 周家合作的 一切已成定局 现在追究这些 重要吗 既然公主 早有定夺 那下官 就没什么多言了 不孝子 向王府陪罪 但愿来生黄泉毕落 不复相见 万天要让母中和血债谢成 起初 我真的以为我们可以并肩而行 后来 我又以为我们至少是殊途同归 可到如今我才发现 原来我们早就背道而驰 分道扬镳了 你今日是怎么了 怎么一直心神不宁的 去 宣太医 陛下 臣惶恐 臣 臣只是一点小毛病 过两日便好了 陛下 依老奴看 这穆大人不像是病人 约莫是女人的小日子来了 你接我虽然是多情了一点 可是每一个医太太 我都是给了名分的 都是我堂堂正正的穆家人 你说你 还不如你接我呢 人家要个名分 你都不给吗 我要不要给她一个名分 来 您先喝口水 来 陛下 你没事吧 陛下 陛下 我去宣太医 太后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暖阁内有一对男女 身在 哀家倒要看看 是哪个胆大包天的 敢违背公规 会乱公围 本王 与穆朗中确有私情 可本王 是他的外事 陛下 慕卓平性卑劣 不配做官 必须予以严惩 是本王 对慕大人一往情深 本王深知慕大人的志向 所以 不愿意婚约 束缚昆蓬羽翼 只要能陪在慕大人身边 即便做一个无名无分的外事 本王 也甘之如意 早知道 你要给我名分 我又何必自保自己是外事 只是后悔了 现在 全定睛的人都知道 我是你的人 还嫌不够 华月满天 帝国人间 纵人诗篇 发情未婉 胜蝴蝶点心愿 那花尘月细 还要尽水花年 以你这姿色流落凡尘可惜了 不如跟本宫回府 本宫定会好好地对你 多谢公主恋爱 公主 今日真是好兴致了 那下官 就不奉陪了 沈大人 我们不理他了 别扫了我的空 来 宣致公主 公主 再喝一盒吧 都给本宫滚 走走走 皇叔这是在指责朕 输点忘足 朕不敢 朕看你敢得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